哈囉,我是Catie 今天要分享的是 算是從我拍影片以來最多人問的問題 就是 每一天,真的是每一天喔 都會有人問我說你的戒指是哪裡買的 你的手錶是什麼牌子的 或者是你項鍊是什麼牌子的 之類的問題 就是每一天都會有人問我 所以呢,我就乾脆拍一支影片 直接把我每天帶在身上的 或者是一些我常帶的飾品 就是一起跟你們分享我是在哪裡買的 那 因為手上這一些東西啊 其實我不是一次買的 就是我是 可能一年買一個 那累積起來有手上這一些戒指 那 他們都不算是很便宜的 所以 大家不要覺得我現在分享這些是什麼 要炫耀我多少錢掛在手上 不是,因為我真的是可能一年 生日的時候買一個給自己 或者是出國玩有什麼特別的紀念 才會買一個給自己 所以這個是累積了很久的 不是什麼 我去砸了很多錢 然後 每天掛在手上在那邊炫耀的意思 沒有 好,那我們就 廢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介紹 先從我手上的好了 我第一個買的是這一個 小拇指這一個 它非常非常的精緻 有沒有看到它這個雕花 然後中間這個鑽啊 它這個鑽是真鑽 但是它非常非常的小 我都叫這個鼻屎鑽 就是鼻屎都比它還大 所以這個真鑽 但是它真的小到 就是是不是真鑽都無所謂啦 但我就覺得反正 就是 因為這種東西我買來 我就是打算要戴很久 而且我戴上 我就是永遠不會拿下來 我戴上我洗澡啊 洗衣服啊 做菜啊 洗碗啊 什麼我都不會拿下來 我就是會一直戴著 所以這個東西 這些戒指呢 我都不會買太便宜的 因為便宜的啊 其實你 呃 戴沒多久就會退色了 一定會退色 所以不如說你買一個貴一點的 你戴很多年 像我這一個 小拇指這一個 已經戴了至少 可能有三四年了喔 它還是 就看起來顏色完全沒有退掉 還是很漂亮 那這一個呢 是Agato的 就是日本的一個牌子 呃 這一個 Agato的 我的飾品最多就是這個牌子 它的設計就是這樣子 很小 比較那種 很優雅的款式 它的 品牌風格的東西就是這樣 那 呃 它的價位算是比較 就是那種 輕珠寶的價位 它的價位不會是什麼 一個就要八萬十萬 不會 可是像我這個 尾介 像這種有 有鼻屎賺的啊 大概就是會 大概八千到一萬出頭 那我記得我這個 因為是尾介嘛 它就會比較便宜 我記得我這個好像是 八千多吧 在台灣買的八千多 那Agato的還有這個 手鏈 就是 長這樣 它有一個小小的 圓形的寶石 我記得我買的時候 它說的是什麼月光石還是什麼的吧 反正就是 這個牌子都這樣 它的東西都是這樣 細細的 然後一個小墜子 什麼的 那它這樣子 反正我是覺得東西啊 我帶飾品的目的 是想要 要 裝飾自己 是想要讓我的 手 看起來更好看 我不是想要讓人家看到 我手上有一個 很大 很顯眼的 飾品 所以我的東西都小小的 我只是想要 比如說像 戴這樣子細細的戒指啊 其實手指頭看起來會比較修長 那這樣子戴一個 戴這樣一個 細細的手 其實 手也是會有被修飾的效果 所以我喜歡這種 很細的東西 那這個 我記得我買的價錢 是大概 六千 好像是六千塊吧 因為這個不是什麼 很貴的寶石 所以它的價錢 就不會太貴 那六千塊 聽起來很貴 可是你戴一個 這真的可以戴很久 我記得我這一條 也是已經戴了 兩年多了吧 反正它就是都不會褪色 Agato的東西都不會褪色 那也可以戴很久 所以我覺得 Agato是還蠻值得買的 然後 喔這一個 脖子上的 這個 很小很小的 鏈子 看得到嗎 這個 這個也是鑽石項鍊 它一樣 也是鼻石鑽 就很小 其實這種 很小的鑽石項鍊 不容易找 就我之前 有去Tiffany看過 那Tiffany的 鑽石項鍊太大了 我覺得 那麼大 那麼招搖的東西 我並不喜歡 所以前陣子 我去日本的時候 就特別去Agato 找了這個 很小很小的 鑽石項鍊 這樣子 就是戴在脖子上 其實你不太會去 注意到說 有一個小鑽石還是什麼 但是你會看到脖子上 好像有一個 小裝飾這樣子 我覺得很可愛 那 因為它很小嘛 所以也不會很貴 我記得也是 八千到一萬二之間吧 反正我忘記了 反正就一萬左右那種價錢 它都不會很貴 那就是戴上 我就從來不拿下來 所以真的以價錢 跟你可以使用的時間長度來講啊 嗯 你買一個兩三百塊的韓貨 或者是你買一個 一兩千塊便宜K金的那一種 它可能 韓貨的話你就是戴兩三天 它就會退色 就會變成一個很奇怪的鐵灰色 那你可能 買一個一兩千的K金 它也是頂多戴一兩個月 它就會退色 那不如說你去花個 一萬左右買一個 可以戴 像我都至少戴三四年都還好好的 這個我相信 我即使戴八年十年 它還是會這樣子好好的 所以 這些飾品 我不會去買太便宜的 好 然後呢 嗯 還有這個 中指的這個呢 它是這個 有一個 這什麼圖案啊 反正就是一個打結的這個圖案 那這個是 這個就比較便宜了 這個是我去紐約玩的時候買的 那我記得價錢應該和台幣是一千多塊吧 那它也沒有退色 可是 看起來沒有退色啊 可是如果你細看的話 會發現 周圍還是有一點磨到氧化的情形 所以這個 一兩千塊的東西 我想它可能就只能賠我一兩年吧 那 這個我是覺得也蠻可愛的 它就也很細這樣子 但是 這個你們就買不到啊 因為這個是沒有牌子的 我只是在紐約玩的時候 在什麼設計師市場買的 所以這個你們找不到 好 那接下來這一個 也是三顆鼻屎鑽的戒指 那這一個呢 也是一個日本的牌子 它叫VA 這個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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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記得我是 兩年前去日本買的 因為這些日本的牌子 在日本買都比較便宜 在台灣也沒有太貴啊 可是日本就比較便宜 那我記得 價錢應該也是 八千左右吧 那它也是這樣細細的 然後有三個小鑽 我覺得就是這些啊 就是這樣整個戴起來 你看我每三隻手 頭上都有戒指 可是不會覺得說 太多 太花巧 太招搖 什麼的 我覺得很好看 那你看一下我把戒指拿起來喔 我覺得這戒指 真的是有修飾手的效果 我覺得戒指拿起來 你看我會覺得 手就 手就沒有那麼漂亮 如果我的手完全沒有戴這些戒指的話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就像沒有化妝一樣 所以我手上一定會戴這些 細細的戒指 然後接下來看到有人說什麼 我就手上戴很多戒指啊 然後講話的時候 手戴在那邊一直灰啊 很炫耀啊什麼 我沒有啊 這些戒指那麼細 我沒有要炫耀的意思 就是我 因為我跟你們講話 我沒辦法有其他的地方 有肢體的動作 我只有手 能夠去表達一些我額外的情緒 所以我手可能會在這邊 一直動一直動 但我沒有要炫耀我手上的東西 意思是這又不是很貴的東西 好那接著呢 喔 還有這兩個 這個就 我就沒有天天戴了 上面這一個 這是一個手 有沒有看到 它是一個手的圖案 這個就比較便宜了 這個是dog ear 那這個應該是一千多塊吧 和台幣 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一千多塊 可是這個牌子的東西會褪色喔 這個牌子的東西我以前買過 它的就是也都小小的 然後 設計也都很可愛 有很多動物圖案什麼很可愛 可是它會褪色 就是 我以前有買它的項鍊 那我一樣 我只要東西戴上 我就是不會拿下來 那它的項鍊其實你戴著 戴著洗澡大概 不到一個月它就會褪色了 所以這個牌子它是會褪色 但如果你 不戴著洗澡是還好啦 像我現在 這個我已經 就這個 這個手的我已經戴了大概也是 一個多月了吧 就它的顏色還好好的 這個我就是洗澡啊洗碗什麼的會拿下來 那底下這個呢 這個是Chloe的 那Chloe這個呢 我記得好像是 河台幣應該也是三千 三四千塊吧 這是我在 去日本玩的時候 在機場看到的 反正我就是很喜歡這種 設計很簡單 線條比較簡單 然後細細的東西 那這個它這樣子 有一圈 中間一圈髮廊 然後 框晶便我覺得這樣很漂亮 所以我買了 但是這個你們現在已經買不到了 就是我買了之後我非常喜歡 我還想要買其他顏色啊 我找不到任何地方在賣 我還去過台灣的Chloe專櫃買 他們說這個早就沒有 這是很很久以前的款式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可以在去年去日本的時候買到 很久以前的款式 但反正現在全部都找不到了 而且這個會褪色 就是它 我覺得 以品牌的東西來講啊 這東西會褪色的有一點 有一點糟糕啦 好像對不到膠欸 就是背面這邊有它寫它品牌的logo嘛 然後 就是邊邊就有一些氧化的情形 所以這個我也是不會帶著洗澡 就是 這一個 這一個跟這個 手兒 我都是 要碰 做碰水的事情的時候 我會把它拿下來 好 然後手上還有另外一個這個 這個很可愛 這是我最近買的 可是這其實不算是 不算是新買的 因為我以前有帶過一條 把它帶斷了 然後斷掉它不見了 我最近有新買 那它是一個 招財貓 有沒有 很可愛 紅色的手繩 這也是dog ear的 那 反正它們就是會出這種 叫什麼 許願項鍊啊 許願手鍊 我是覺得 沒有什麼許願的意義啦 但是就是很可愛 而且 我帶 這種許願手鍊 就是說什麼 你斷掉 你的願望就會成真 我斷掉我也沒有發大財啊 所以不要相信 那個什麼許願不許願 但是你如果是因為它可愛而買 我是還蠻推薦 但是但是它會褪色喔 那我這個是 戴了一陣子嘛 也是戴了差不多一個多月 它有 邊緣已經開始有一點在褪色了 還沒有整個褪掉 但它最後會整個褪掉幾乎是銀色 所以它是 會褪色的東西 那而且它的這個繩子啊真的 嗯 戴幾個月就會斷掉 之前前一條是 我忘記了 應該戴不到一年它就斷掉 然後斷掉就離我而去了 所以這個就是你不 不是一個買了可以永久戴著的東西 但它也不貴 就是也才一千多塊 所以當作是裝飾的性質也還不錯 然後手錶 手錶是最多人問的 這個手錶 它長這樣 就是 金色的嘛 大金錶 然後它中間有三眼 這個它的表面是這樣平的 就是它的線條是很簡單 那這個牌子是K-Spade 不是Michael Kors 還蠻多人以為這個是Michael Kors 可是這個不是Michael Kors 但我覺得它比Michael Kors好看很多 因為Michael Kors的大金錶啊 通常它的表面這邊 會比較厚 然後會有一個弧形 我不喜歡東西是 線條是圓圓的 就是我喜歡線條很簡單 你看像它這個 它的線條就是這樣切過來一個平的線條 我喜歡東西是這樣子 我不喜歡那種厚厚圓圓 然後或者是什麼 不規則切邊什麼 我不喜歡 我就喜歡就是很俐落的線條 所以這個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但這個我是去 去年去美國的時候在Aulet買的 我買的價錢才一百 一百美金 那 但現在已經都找不到 但是 但如果在那個Amazon上面看到 是比較貴 好像 Amazon上面好像就賣到快兩百美金吧 是還買得到 只是就是你會買到 比我買的價錢稍微貴一點 但我覺得如果說像是 兩百美金 我覺得也算值得欸 就是 真的好看啊 因為我買到是真的太便宜 我不知道它為什麼會賣那麼便宜 如果兩百還喜歡的 我覺得是 我是覺得兩百也還可以買 那這個 我是會戴著洗澡的 就是我是一個手錶不離身的人 我手錶戴了 我就幾乎是不會拿下來 那這個 其實手錶大部分都不會褪色 我沒有戴過會 就是會嚴重褪色的手錶 那這個我已經戴了好 我是去年十月買的嘛 所以戴了大半年了 那它顏色啊什麼的都好好的 就是也 也不容易有刮痕 因為它的表面啊 是這樣平的嘛 不是凸出來的 凸出來就會很容易刮到 那它這樣平的就比較不容易有刮痕 我的看起來就 還好好的沒有什麼刮痕 那另外這個呢 是我前陣子 在我買這一支之前 幾乎天天帶也是這個 那它這個就是小小的 戴起來是這樣 戴給你們看 這個就是Michael Kors的 是這樣 那中間是桃紅色的 這個現在還買得到 我記得我在台灣專櫃也有看到 可是我覺得台灣真的好貴喔 台灣好像會賣到 七八千還是多少 那這個是我老公買給我的 一樣 一百塊美金而已 就是美國都 就是也是一百塊美金 而且好像還打了八折還是什麼的啊 反正很便宜 比台灣便宜超多的 Michael Kors絕對不要在台灣買 那這個 我是覺得小小的很可愛 可是看久 我覺得像這樣子 還是比較耐看 所以這個我就比較沒有在戴 你不要一直敲門啦 你不要一直敲門啦 然後還有一個 我前陣子還蠻常戴的 是這個 就是小小的咖啡色皮錶帶的 這個 那這個很可愛喔 你們看中間 它是一個Mikki 而且它的時針紛爭 是Mikki的手 它的手會在那邊 告訴你時間 超可愛的 但這一支呢 我是在 迪士尼郵輪上買的 所以 我不知道其他 什麼地方有賣 但我是在迪士尼郵輪上面買到的 那 我記得也很便宜 就是 和台幣才一千出頭吧 不貴 那我不知道迪士尼store還是 賣迪士尼飾品的地方 會不會有啦 應該找得到吧 反正網路萬能 你們喜歡去找找看 這真的 非常的可愛 你看那個Mikki的手 會告訴你時間 這真的超可愛的 而且戴起來也蠻好看的 就戴起來就這樣 很簡單 就看起來很復古的感覺 這個我也很喜歡 但是有一個缺點啦 就是我不是手錶帶了 就不拿下來嗎 所以我帶了它碰到水之後啊 錶帶就會臭臭的 這個錶帶就有一股 潮濕很像抹布的味道 嗯 這錶帶就臭臭的 所以 我不知道錶帶臭有什麼辦法 可以解救 如果你們知道要怎麼救那個 已經臭掉的手錶錶帶的話 麻煩告訴我 我會很感激你的 嗯 這好臭 我發現它臭臭之後 我就沒有再戴了 好 接著呢 是我前陣子有戴也蠻多人問的 這個 這個是 Rumba Time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唸 Rumba Time的 那這個是 我有兩支 一個黑的跟灰的 那它的錶帶呢 是 繞 就是會繞兩圈的 戴起來是這樣 就我在夏天的時候比較會戴這個 就它可以幫你很簡單的衣服加分 就比如說你穿一個比較中性的白T啊 什麼的 戴一個這個就還蠻加分的 就不會說整體穿搭太無聊 所以這個我很喜歡 我忘記我在哪裡買的 我會把那個官網的連結放在底下給你們 這個現在都還有 還有得買 那還有灰色的是這樣 灰色的看起來就沒有像黑色的那麼 那麼重的感覺 但我覺得 灰色跟黑色比起來 我比較喜歡灰色的 我覺得灰色戴起來比較 沒有那麼man的感覺 然後一樣是Rumba Time的 我有一個小小的 這是之前我也蠻常戴的 這個是這樣 它的後面戴的是 繩子 這算是尼龍繩吧 這個戴起來就是 算是有氣質的 戴起來是這樣 很像 鍊錶 就是很像手鍊這樣子的 款式 然後手錶呢 還有 這個是我 後來就比較少戴 因為它很容易壞掉 就是它 就是我會戴著手錶 做任何事情嘛 所以我 戴手錶洗澡啊 什麼的 如果比較不堅強的手錶 就會很容易壞掉 這個就是不堅強的手錶 這個我是在韓國買的 這個很便宜 和台幣應該才兩三百塊吧 呃 你們上網應該還找得到 有一點難找 可是應該還是找得到 因為韓國現在還有在賣這個 那 這個呢 因為它 它上面是寫 什麼 它上面是寫防水啦 可是當我戴著它洗澡太多次的話 它還是會進水 然後它就會 裡面就會壞掉 要拿去給那個 錶墊修 才可以再走 它現在是已經停止行走的狀態 但是它戴起來真的很好看 我 呃 我這個所有的手錶啊 戴出去 最被常問的是這一隻 因為這一隻真的很好看 就是很復古 然後 我以前有次帶回 帶回家啊 我大伯看到 就說你這手錶跟奶奶的一樣 就戴起來 真的超復古的 很喜歡這樣子 很小很小的小金錶 就其實它的款式啊 跟Agato的手錶非常的像 就常常會有人以為 我這個手錶是Agato 但其實不是 這是我在韓國買才兩三百塊的 那這個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如果 我是 網拍上比較難找啦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看能不能截圖去問一下 帶韓後的賣家 能不能去找到這一隻 我覺得這真的超級好看 這一隻我非常愛 要說我所有手錶裡面啊 我最愛的是這一隻 第二愛的就是這一隻 真的 我下一次去韓國 如果還有看到的話 我一定會再買個三五隻回來囤 因為它容易壞掉 但它很便宜 所以我覺得無所謂 我就多買幾隻回來存著 因為這個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喜歡 好 手錶結束了 再來是 喔 耳環 有一個耳環我只要一戴就一定會被問 這個 它是這樣的 就是小球在前面 大球在後面 戴起來還蠻 就是我覺得這戴起來還蠻有氣質的 就是它這個 嗯 這是什麼啊 截球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是這個 這個戴起來還蠻有氣質的 我很喜歡 這個我是在淘寶買的 非常非常的便宜 應該是 兩塊人民幣 五塊人民幣 我忘記了 我記得是十塊以內人民幣 反正非常非常的便宜 它戴起來很好看 而且我前幾天上去看 它還有在賣 我會把它連結放在底下 然後我現在耳朵上這個星星的啊 是同一家的 這個也是戴起來很好看 那也是很便宜 那我再上去找連結 如果這個還有 我是會把連結放在底下 反正這一家的飾品 我還蠻喜歡 這一家的飾品 都非常非常的便宜 像你看我手上啊 就是戒指 手環 手錶什麼的 我比較不會去買太便宜的 可是耳環 我都是買很便宜的 耳環我都只買一兩百塊的 我不會去買專櫃有品牌的耳環 因為我覺得耳環這種東西就是 貴的跟便宜的沒有差別 就是我戴這個 可能五塊人民幣的便宜 也是淘寶的 所以我覺得耳環這種東西 我真的我就是只買很便宜的 反正戴起來好看 你自己能夠 能夠去 看出那個質感的所在就可以 我覺得像這種看起來質感都不差 所以我覺得耳環 我就不會去買有品牌的東西 那接著呢 是一個手環 這也是我之前有一陣子還蠻常戴的 它是 這個很可愛 它是那個餅乾 PREZO的圖案 很可愛 我很喜歡Case Bay這個牌子 就是它在美國的價錢就不會太貴 而且OLED價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 那它的設計我就很喜歡 就是常常會有那種很少女心的設計 那但是不會太誇張 就是有那種像日系的品牌 我覺得很少女心 可是日系的品牌真的太誇張 那些蕾絲啊 荷葉邊那什麼 我真的不敢穿 就算我18歲我也是不敢穿 所以Case Bay這種 比較美式的少女心 我就喜歡 那Case Bay這個牌子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愛 它像這樣 它們很多這種手環 就是各種款式的手環 不是各種款式 這種款式 然後各種不同的圖案的手環 我覺得都很可愛 喜歡像類似這種飾品的 你可以看看Case Bay 而且Case Bay的那個網路 常常打折 它常常在折扣區 還會在什麼 三折還是什麼的 反正很便宜 我這一個我好像買才 20塊美金嗎 嗯好像差不多才20塊美金 反正就是打折下來都很便宜 它有很多很可愛的東西 耳環啊 項鍊啊 手桌都有很可愛的 最後一個是我比較不常戴 但我想跟你們分享這個 這是我第一個愛馬仕的東西 是這個 一個愛馬仕的手桌 它是愛馬仕的這種髮廊手桌 我覺得這個戴起來非常非常的有氣質 帶給你們看 就這樣 帶起來就是這樣 因為很有氣質 然後也不會太 就是我不喜歡品牌的東西太招搖的感覺 那這個我覺得它還好 就不會太招搖 我平常不會太常戴它 因為我買的時候 專規小姐有恐嚇我 她說髮廊非常非常的脆弱 然後不能碰到水 碰到水它可能 太常碰到水它可能會壞掉 然後你敲到它可能會破掉 所以就是戴這個要小心 所以我就比較 不是很 就是我不會把它當成平常 日常的飾品 可能有比較重要的場合 我才會戴這一個這樣子 好那以上就是我所有 比較常帶的飾品分享 那應該沒有沒講到的吧 如果有什麼沒講到的 你們在底下在留言問我 我會再回答你們 那如果還有什麼想問我的話 也是就歡迎在底下留言 或是到Facebook 來跟我聊天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飾品分享 希望你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